中秋佳节将至 王阿炳也想对我的 冰公子说两句 阿炳你说吧 冰公子我哥 我一直在讲你的故事 您呢 不是在包煤矿的路上 就是在火瓶的路上 导致每天 我讲你故事 都是担心受怕呀 这么样 每天我也知道 你得不应时呀 每天吃饭吃的也很晚 早上有的时候也不吃饭 中秋佳节将至了 我也是给你送上 真诚的祝福 以及月饼 乔麦月饼 20%的乔麦 吃了也不会发胖 而且吃了它 就是说不那么油腻 这样 29块9 包邮 这个死袋 包邮到您家 这个乔麦月饼 我阿炳也吃了 是嘎嘎的好吃 这个 是这么大的 这个是什么面的 这个是乔麦 这个 黑麻的 我给你们尝一口 掰开尝一口 你们看一下 这是乔麦 这是乔麦 黑麻的 咋咋 好吃 29块9 包邮 10包 这里面是10包 已经被我吃了几包 乔麦 感谢你们 这个 这就是乔麦 我 这个 是乔麦 这个